欢迎收看新一期的米亚滩世界 作为很常见的一种光学仪器 望远镜的出现给我们提供了更多观察远方的机会 可以帮助人眼看清矫距更小的细节 也可以让观测者看到原来看不到的暗弱物体 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 望远镜的功能也越来越强大 观测的距离也越来越远 所以人类在探索外太空方面才收获了不错的成绩 但是总提出来大多数人对望远镜的功能并不怎么了解 所以也不知道600倍的望远镜到底能看多远 为了验证望远镜的实际功能 有老外专门购买了一台600倍的望远镜 还用这一台望远镜观察距离自己所处位置 1.6千里处的台北101高楼 随着望远镜的放大 高楼的身影变得越来越清晰 放大50倍的时候可以清楚的看到塔顶上的玻璃 放大到200倍能够看到楼顶上冒出来的阵阵白烟 放大到600倍可以清晰的看到楼顶上的灯泡 然后望远镜回到最初的倍数 人们所看到的又成了模糊的虚影 最后老外用望远镜观察4千米远的山顶 原以为什么东西都看不到 没想到放大到600倍时 居然可以看清楚山顶上的人员 而且连他们的动作都能观察得一清二楚 这就让人觉得非常震撼了 毕竟以肉眼观看上面的事物 除了光秃秃的山峰和模糊的影子 估计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所谓的科学可以改变生活的书法 却是有迹可循 因为望远镜的出现 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又加深了一个层次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大家评论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